我家仓鼠离家出走的原因竟然是 那天早上起来打算给他们加粮食 突然发现窄窄笼子的门被打开了 我看了一圈它根本就不在里面 我就开始慌了 它到底去哪了 就在这个时候 被我发现它居然爬上去找小母鼠了 为了防止它继续出来搞破坏 那今天就给它换一个想逃也逃不掉的笼子吧 先来一个全透明的底盘 为了方便观察它的一举一动 再来一包炎炎夏天要用的电料大颗木栗 最近广东已经不入夏天 我都开始穿短袖了 所以之前的纸棉就不能再用了 再用的话 再来一包又干又黄又香的草 虽然被我放到有点黄了 但是趣味解热 然后是粉粉嫩嫩的 Hello Kitty小窝窝 特别符合窄窄的气质 毕竟是个男孩子嘛 粉色最合适不过了 然后是全透明的WC 云的厕所 放上尿沙 无论它在里面干嘛 我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 我还给它找了两只超可爱的小餐许 放在屋子的旁边 这样它就不会孤独啦 也不会出去找小母鼠了 再给仔仔配上两颗哑不烂的磨牙饼 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咬一咬嘛 最后来一点香香的花干 男孩子嘛 总不能臭臭的 不然没有女孩子喜欢 这次能够给仔仔安排新的龙子和家具 是因为我把家里的旧手机都翻出来 放到朋友推荐的赚着APP上换钱了 回收价比手机垫高三四百 下单顺丰免费上门 首次寄出还有专属补贴 特别好用 今天的龙子换好了 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然后是男主角登场 快进去吧 里面还有两位可爱的小仙女在等你了 哎呀 我搞错了 原来他们俩是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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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